两位宇航员找到了队友的尸体 他死装痛苦 氧气罩里隐约有怪东西 他们想用喷枪焊开面罩 不料里面全是怪虫子 他们欲火激燃 放烟花一样 琵琶钻出尸体 他们抓一只样本本想带回地球 却忘了这些虫子是吃人的 其中一人被数以万几虫子包围 他把样本交给队友 自己点火跟虫子同归于尽 一时间烈火燎原 即使在太空也能看见巨大的烈焰波 嗨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马 今天和大家一起回顾一部科幻电影 红色星球 刚才是人类移民火星时的悲剧 那时的火星已跟现在截然不同 因为地球环境大幅恶化 氧气渐渐不够呼吸 人们打算殖民火星朝它发射了无数无人飞船 其中满载着灶泪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它们将在火星制造氧气 最终建立大气层供人呼吸 后来火星逐渐有了氧气 可含氧量又逐步递减 人们百思不解派宇航员登陆调查 这还是人类首次登陆火星 带队的是个女队长 而男主工程哥是机械工程师 其他队友吧 不太好区分 有一个是老科学家 另外三个分别叫杀人哥 坠压哥 骨折哥 听着就不太激励 这趟旅程注定凶险 他们还带上了一台机器人 他是从陆军进来的 使用氧核子动力电池 有战斗和非战斗两种模式 他自带听力系统 工程哥说什么他都言听计从 飞船要经历六个月漫长的飞行 才能到火星 期间发生了许多的趣事 他们男女共用浴室 女队长洗澡不锁门 而工程哥正好侮辱 看见美景 女队长淡定让他递毛巾 希望他跟自己一样淡定 这样的话就不尴尬了 工程哥表示懂了懂了 你可以再重新出狱一次 我一定假装淡定 女队长哭笑不得把他支走 不过两个人从此就勾搭出火花 经常天脸讨论 嗯最近洗澡关没关门什么的 六个月过去 飞船跌达火星轨道 按计划他们该坐登陆舱降落火星基地 可强烈的太阳风暴忽然来袭 这是五级电磁脉冲 事实成片损坏 飞船随时可能追毁 女队长当机立断 让队员们兼登陆舱立刻着陆 不过登陆舱的自动发射系统也坏了 必须有人留在飞船手动发射 女队长资源留下发射 队友们都对她致敬 因为她大概率会跟飞船一起追毁 几分钟后 飞船故障更加严重 人工重力失效 燃油飘到空中引发多出大火 这种无重力火灾很难对付 她每消灭一处就心烧了两处 她只好启动排氧系统 火焰跟氧气一起排出舱外 世界清净了 虽说舱内氧气含量也变为零 但宇航服有备用氧气 她修好人工重力和氧气系统 还修好了通讯系统 跟地球指挥部取得联系 对方了解情况之后 命令她取消任务返回地球 她希望走时带上队员们 但登陆舱自从发射就断了联系 她只能焦急等待通信恢复 其实登陆舱也遇到了大麻烦 她本该自动导航飞向火星基地 现在呢却找不到火星基地了 大家只好手动驾驶 本来他们随舱带着机器人 但由于地面陡峭不好着陆 只好把机器人给扔了 他们着陆时打开防护气囊 慢慢减速 不过命运开了个大玩笑 他们刚要停时却滚到崖边 从此飞流至下三千尺 一个气囊被扎破 所有人都摔残了 大家挣扎出来想跟飞船联系 无线电却坏了 想测量火星大气 可测量器也坏了 他们只好拿地图 推算火星基地的大致位置 准备徒步赶去 所有人起身时呢 只有老科学家坐在原地 他刚用头试仪扫描自己的身体 发现着陆时脾脏破裂 内出现严重 活不到基地了 他比上下四人都平静 让他们别为自己浪费时间 大家也只好放弃了他 徒步跋涉很久之后 基地终于出现在地平线 四个人加快脚步 丝毫没有注意到 远处爬着许多的怪虫子 可他们冲到基地又傻眼了 这里竟然被毁得只剩残骸 这肯定不是火星风暴干的 因为基地被设计的 能经受五级风暴 那还能是怎么被毁的呢 不管怎么说 当务之急是寻找氧气 水和食物 可大家找遍基地 却什么也没收 宇航服的随身氧气 只剩十来分钟 大家必死无疑 任务也要失败了 这十分钟 作为寿命太短 作为等待死亡的过程 却又太长 追牙哥为姐们来到悬崖 而杀人哥也陪他聊天 那接下来的展开 就很容易想象了 追牙哥是登陆舱的驾驶员 杀人哥翻旧账 指责他没有降落好 两个人爆发争执 杀人哥就把他推下去杀了 事后他谎称追牙哥是绝望自杀的 其他人也没有识破 十分钟到了 剩下三个人逐渐出现了缺氧症状 他们呕吐抽搐 样子比预想中恐怖 其中一个人在宾死时 下意识摘下面罩 他精细发现 自己居然可以呼吸了 这里的氧气很稀薄 像在高原 但是可以呼吸 其余人信心不已 只是觉得不解 因为地表藻类显然全消失了 这些氧气又是从哪生产出来的呢 不管怎么说吧 他们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队长 他们刚才找到基地时 曾在地图上发现了一辆探测车 那是97年送来执行任务的 事后就被遗弃了 那上面应该会有无线电 可以跟飞船联系 不过天色已晚 火星夜间很冷 他们决定先烧火取暖 明早再去 当初机器人被扔下登陆舱之后 一直通过背上的侦察机寻找主人 今晚他终于找到大家 工程哥洗出往外招呼他过来 他检查发现呢 机器人的处理器发生了损坏 有些零件倒能拆下来再利用 不过这么做等于杀了他 杀就杀吧 大家催促动手 不料机器人忽然打飞三人 骨折哥用钢管反击 他却消停如泥 按住骨折哥殴打 他经过精确扫描 打断骨折哥的一根肋骨 扬长而去 原来机器人落地时摔坏 进入了军用模式 他听见大家要杀他 就把大家识别成敌人 而他之所以只打断一根肋骨呢 也是在运用军队思想 因为一个伤者会拖累两个健全的人 他希望拖慢三个人的速度 找出破绽 逐个击杀 骨折哥痛苦熬了一晚 次日带伤上路 三个人沿路方便了一次 这是有史以来 人类第一次在火星撒尿 由于重力更小嘛 射程大大提升 三个人都开心的像个小学生 经过半天徒步 三人终于找到97年一期的探测车 他们卸下车上的通讯模块 发现居然真的好用 女队长也未收到通讯意外 跟他们沟通了来龙去脉 他也好奇 火星为什么没有藻类 却有氧气呢 但是他更担心 三个队员饿死渴死 于是向地球指挥部 请教营救方案 地球很快发来对策 30年前 苏联曾把一艘探测小飞船发送到火星 他自动返航失败 就被扔在这了 大家可以找到他 修好他 坐他飞回女队长的大飞船 再一起回到地球 他的位置有点远 离主角们有100公里 他们必须在19小时内坐他起飞 因为女队长的飞船 一直维持在火星轨道上 这是需要燃料的 再耗费更多燃料 就飞不回地球了 三个人匆忙上路 骨折哥行动不便 工程哥耐心照料他 杀人哥则自顾自的走在前面 机器人也阴魂不散 一直暗中观察 当天夜里 三个人又呼吁强劲暴风雪 他们不能前进 只好找洞穴便很闲聊 前这儿 工程哥从女队长那儿 得到一个坏消息 那艘苏联探测飞船非常小 只能坐下一个人 急急可以带两个人 但三个人绝对挤不下 工程哥自愿留下等死 让另外两人先走 他苦笑调侃说 这个小飞船可是苏联的 可能飞十米就炸了 没准自己反而活得最长呢 虽说他真想牺牲 但杀人哥毕竟杀人心虚 总觉得另外两人 识破自己罪行 想要抛弃自己 另外两人聊到困倦睡了过去 醒来发现 杀人哥已经偷走通讯器 自己去找苏联小飞船了 不过他并没有跑太远 因为机器人一直在四周埋伏 他见杀人哥独行 就偷袭杀了他 通讯器可是活下来的关键 另外两个人匆忙找去 他们沿路发现了 第一片藻雷土地 为什么全火星只有这儿有呢 他们无暇研究 找到杀人哥尸体 他直到被杀时 仍然紧紧攥着通讯器 两个人刚抢走通讯器 又发现不对劲 他怎么把面罩给戴上了呢 明明宇航府里没有氧气了呀 古哲哥被构起好奇 用焊枪焊开面罩 其实杀人哥体内 钻进了很多怪虫子 此前戴面罩 是怕虫子钻到脸上 这些虫子遇火就爆炸 他们被焊枪点燃 噼里啪啦作响 尸体不断爆出更多虫子 场面稳如过年放鞭 古哲哥抓走一些作样本 逐渐也就明白了 原来这些虫子 见什么就吃什么 基地和全火星的藻类 都被他们吃光了 这里是仅存的藻类土地 前几年火星含氧量骤降 就是他们吃藻类导致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本身也能拆氧 所以火星仍然有微波氧气 正好地球在遭遇氧气危机 如果把他们带回地球 没准就能拯救世界呢 两个人兴奋上路 古哲哥可能就伤受到刺激 嘴角流血 他顺手把血抹到地上 不想引来了虫子们 他们数以万计 穿透衣服皮肤 蚕食身体 古哲哥发誓要死得有尊严 他把虫子样本 引发烈火燎原 女队长在太空都看得见 古哲哥并没有被爆炸商机 他跟女队长取得联络 在他的指引下找到苏联小飞船 并且开始维修 他毕竟是机械工程师 大部分问题都能修好 但小飞船被一气三十年 电池没电了 这对他来说 就是难为五米之吹嘛 碰巧天上嗡嗡作响 机器人的侦察机又来了 这代表机器人也会追杀来 古哲哥眼前一亮 机器人那只氦盒子电池 正好抢来安在苏联的飞船上 他着手布置其陷阱 机器人移动声 游远即近 却忽然消失 工程哥正在疑惑呢 发现他就在自己头上 他扫描到工程哥的心脏 准备一击致命 不过工程哥早布置好陷阱 放出飞船降落伞 把他死死缠住 用电火烧他 他垂死时 启动自毁程序 召唤侦察机 撞爆自己 工程哥千斤一发 侥幸取出电池 没有被炸到 他用电池成功起飞 来到了女队长的飞船附近 不过这一大一小飞船 也没法对接呀 女队长舍命一搏 他用缆线把自己锁住 又精确计算 苏联小飞船的位置 把自己远远发射过去 紧紧抓住 最后他用声控 命令飞船收回缆线 这样硬平双手 把小飞船给拉了进来 工程哥的宇航服里 没有氧气 已经缺氧昏迷 女队长撕开他衣服 用心肺腹苏树 救活了他 而给他们提供了 绝佳的二人世界 直到结局 我们也没能知道 片中的怪虫子 是怎么诞生的 从外形看 它跟地球虫子极其相似 但地球虫子 可是经过了 几十亿年进化的 是什么力量 让它们在短短二十年 就进化的 跟地球虫子一样呢 本片倒是通过 女队长的独白 从侧面做了解释 他说 宇宙中总有很多的 未知力量 也许这个力量 超越了科学解释 但好消息是 我们征服了它 并且将其收尾寄用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Coffense 咱们下期再见